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你现在把中共的政权跟国民党政权跟中国的王朝时代的政权都等量习惯 那更加荒唐 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从这个政权类型里头 林芝他们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就把这个选球现在的这个政权分成这个民主政权 集权政权是两个极端 然后中间是有这个后集权政权和这个微权政权 还有个比较特殊的个人色彩比较浓的苏丹建权 它可以归入那个微权政权里头 特别是这个后集权建权大家不想使用 所以对中国的性质判断就存在很多分析 很多事情讲不清 对中国往核数走 也做不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准确的判断 因为这个后集权它是集权的一个病体 从政权类型上说 它是一个这个集权在衰败状态中的继续延续 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政权类型 就是说它在如果是微权政权里是有多元的经济 有多元的文化 至少是半多元的经济半多元的文化 政治上也是半多元的 它有政治反对法有反对的 但是在后集权建权里头 它跟微权建权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在政治上跟集权实习是一样的 它还是政治上的一员 还是一岛专政 但是它在经济上已经是半多元了 经济上有不同的所有技术形态 这个也有外企也进来 资本主义 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进来 在文化上更是 文化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个其他宗教信仰都在跟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一生态 争夺天下 它不再有这个一统江湖 所以我们讲它是中国 我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我说他集权伏弊 就习近平上台之前是后集权社会 那么习近平我们叫他伏弊 就是他是想回到后集权之前的那个集权社会 那就叫马武时代 我们都是过来人 马武时代是绝对的一元化 政治一元化 经济一元化 文化一元化 那是典型的集权社会 那么集权社会还有一个标本 活着的标本 就是北朝贤 我们前面很多人都讲过 中国将来可能会北朝贤化 北朝贤化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还不是北朝贤那种社会形态 我们也走不到那个形态 我们是习近平想往那方面走 但是我现在的判断就是讲他失败 或者说他从未成功过 就我先把结论放在前面 后面才做这个论证 就是我以前在1819年 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就是这个题目叫破解当代 中国的集权主义回潮 那里头对习近平集权伏弊的种种表现 做了比较系统的论书 大家有兴趣回去看 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那今天我是去讲他的失败 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讲到 方方面都讲 就讲我们大家比较清晰的 清楚的三个指标 就是一个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这是集权主义最重要的三大标志 那么习近平也往这时 也在竭尽全力的 想恢复那种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的 全面的一文化社会 他的所有上来的所作所为 道行逆施 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我的判断就是他 没有也不可能 把中国留回去 那个时候 就中国这个转之后 集权社会 是毛泽东死了之后 这个我们进入一个续 集权化的过程 这个续集权化 它是朝野互动 底下从四五运动开始 从这个函数这个吼号 人民再也不适 于不可及 秦皇的时代 一切不复返了 民间开始 反抗这个集权 也是民间 对集权时候的 那个共产主义信仰 国家意识主义的 意识信仰 对毛这种神的信仰 已经崩塌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到了这个毛死了之后 中共开始搏乱反正 开始改革开发 它也进入了 续集权化的过程 非常重要的就是 开始反对个人爽霸 这个会开始放开 对社会的管制 允许责任家庭审包 允许这个企业改革 允许外资 还是港资 台资 这个外资进来 所以他这个社会 就变成一个 后集权社会 那么引进到 后来 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前 应该是 中国面临一个大抉择 就是中国 如果在胡温那个时候 再继续放松管制 就是当时在维稳和维酸 之间的对峙 如果接待胡温的人 是更开明的人 放松 当时的概念 当时是满个社会 特别是知识界 这个信政主义时潮 风靡整个网络 就是有自由主义的信政 有这个社会主义信政 有儒雅信政 大家都在争论 哪一种信政最好 但是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为了阻止中国的信政转型 他往回走 切断这个信政转型的 这个正常发展的路 其实所有苏联东欧 都是到了后几层社会 演变到一段时间之后 积累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积累了党内的反对派力量 然后就走向了民主转型的路 而中国是开了开一个新力 就是它是一个特例 他不往信政转型的路走 他往回走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 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但是这个灾难 就是我们讲 比如他们无法改变 后几层社会的传立结构 和社会结构 就我们讲 他现在要从心说 党要领导一切 口号喊出来了 但是 中国社会 很多人 相当部分的人 是不是靠这个体制生存的 他无法消灭私营经济 无法消灭外来经济 也无法消灭 这个数以万计的家庭经济 在这个意志形态 你看他现在 根本无力 来去重建 马列主义的一统江湖 因为这个我们讲 在集传时期 他把党的教义 当成国家意志形态 而且是通过洗脑 让愚昧的民众 信以伪真 那中国社会 你要去真正 去做真正的调查了解 对这个共产主义意志形态 对马列主义意志形态的信仰 已经涉底崩塌 连这个中共党的领导阶层里头 真的信仰的人都所剩无几 所以这个 他是咱们也恢复不回去的 那你看现在中国 刚才这个福西修牧师讲 现在这个基督教徒 有一个意 按照法轮功自己的这个讲法 法轮功的这个也有一个意 现在还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 其他的教徒 法轮功也有一个意 所以这个是 光这个异端的教徒就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一神态的一统江湖 宗教信仰的一统江湖 他不服神战 你再回到这个习近平 努力最多的 搞这个这个 一个领袖 就一个党 一个主义 实现不了一统江湖 那一个领袖呢 他现在他当然是要去模仿 也搞个人崇拜 也编了很多 很肉麻的歌 他也自己去这个 利用他的船位 让那个底下的秘书班子 给他书很多著作 来去装点他自己 甚至差不多是一个月书一本 但是 民间 社会 甚至于世界 对他是充满这个 鼻疑 蔑视 和嘲讽 你现在看 你现在打开网络 我们在海外 这个相对要好点 你打开网络 对习近平的这个 雅号 或者对他的这个 灭声 去充施整个网络 这个洗包子 这个这个 信封地 各种各样的 很无助人的这个 这个 口号 员恶 恶感知 之类的 到处都是 根据 根据那个 那个 数字时代的 那个 孔季 中参部 和这个 国刑办 现在发布出来 跟习近平 相关的 这个 敏感知 有三万 世纪多个 就是 民间很有 创造力 就拿出来 讽刺习近平 挖虎 近平的 这个 共同声号 和这个 敏感知 多达三万之多 所以你看见 他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个人崇拜 纯粹 就是一个 一个笑话 以毛泽东时代 或者是 大林时代 或者 其他乐时代 可能人恨他 但是没有人 会这样的 蔑视他 少讽他 所以现在 这是一个 一个我们要 要认知的 一个现实 而 如果是 很多人 现在包括 刚才 小康兄 讲是 一个 新集权 用新集权 这个概念 其实是 过分的 扩大了 习近平的 这个 创新能力 制度上 但没有 创到 任何新的制度 从这个 个人行为上 讲 他也是 不过是 模仿 二十世纪 这个 三大 集权主义的 魔头 史大林 希特勒 毛泽东 因为他 在模仿 史大林 用这个 秘密警察 治国 因为现在 他用这个 中纪委 去整数 党内的 一级力量 相当于 这个 这个 史大林 手下的 那个 内务人民部 所以 他是这样的 一个东西 所以他 现在利用 这个 管委 指控下的 操控下的 国安和国保 来去 散 散开 民间 公民社会 相当于 这个 苏联的 民间警察 和科科部 他做的是 一个模仿 那么他 现在提的 这个 民族 夫心 这样的 吼号 直接从 法西斯 那里 从西特朗 那里 那么他 个人的 这个 个人 崇拜 这套 就完全 雪茅 一无一虚的 东西 孝平 来 雪茅 所以他 没有任何 任何 丧心 包括他 提的 很多 吼号 现在 他放到 他 那个 思想 里头 这个 叫 中国 特色的 这个 社会主义 这个 是邓 守平 江振平 时代 就提出来 包括他 现在 大树 在忽悠 他要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这个概念 什么 就提出来 新时代这个概念 是1997年 这个十五大之前 大家上响的一个歌 可能这个 新年来吧 你们更熟悉 他之后是 走进新时代 那时候 上响 大江南北 是郭颂 江泽民 带领 全国人民 走向新时代 所以他提的 这个 三个自信 之类的 所有这些 吼号 其实都是 死人 牙慧 牙慧 他没有 没有 上心 所以他 这个 不能去 夸大 他的任何 上心能力 而现在 就是 回到现在 他失败 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他做不到 没有能力 做到 就是一个 党 一个主义 一个联袖 的一统江湖 他做不到 那么现在中国 你看中国社会 现在有三种力量 在 跟他 较量 这个三种力量 就是 我一直强调的 中国存在一个 自由主义阵营 这个自由主义阵营 有这个 维旋律师 有宗教 宗教人士 有这个 自由自治分子 有党内开门派 有这个 扫根的 特别在 活跃在网络上的 扫根 微酸人士 各种各样的 人士 在跟他抵抗 从来没有放弃过 行复后继 从来没有放弃过 而这个力量 目前 你会说 低潮 目前 省伏下来 但这个力量 在一夜之间 就会 重新冒出来 要关上你的命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他要维稳 为什么他那么担心 颜色革命 你这个力量 在 省伏在 中国的大地上 然后这个 第二个力量 不仅是中国 那就是国际上的 这个 民主力量 应该从 2017年 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战略转变为 起点 已经认清了 中共竞争的本质 已经改变了 他整个以前的 那种无条件的 接触 这个投降主义 推进主义的路线 现在是 形成新的 全球的民主同盟 来对付 以中共为首的 全球的 这个 专制 政策集团 这个集团 当然核心 就是这个 习近平和普京的 联盟 也包括还加上这个 北朝鲜 加上这个 一定程度上 伊朗 所以这个 这个是 国际上 力量也起来 那么我们经过 二十大 目前的 这个传闻也好 或者是 李克强 最近的一些表现 也好 可以看到第三种力量 就中共党内的 海民力量 和被习近平 相害到的 不同力量 现在也还是 也已经 结悟起来 跟习近平 分庭 抗礼 所以他们现在 这些人 我们会 不管如何 会把它当成是 反习 反集团的力量 因为他们毕竟 对现代文明 有向往 对这个 现代的 普世价值 特别是 基本人权 有基本的认知 不能接受 习近平 把中国 拉回到 集团社会 不能接受 习近平 绑架 整个党 整个这个 中国社会 走向这个 集团的深渊 把所有 其他人 都当成 这个寻葬品 所以他们为了避免 这个同归意见 他们现在 也用不同的方式 来去 阻挡 习近平 把中国社会 重新 带回到 集团社会 所以 在这种 中文底下 只能夺出一个 基本的判断 就是 习近平 集团伏辟 从未成功过 也没有 机会 成功 未来 更没有 成功 也像我 我以前在 文章中 经常写的 党国 没有 红三代 对他 他无法 形成一个 新的 另条 把这个 党国体制 传承到 他们的 下一代 就是像 这个 伯国瓜 或者是 邢明泽 他们接这个版 所以他进行的是一个 无畏的 随时 挣扎而已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心 这种 中文底下 我们这个会议上 也有很多人那种 悲观 失望的 情绪 何以 撂这一边 就是现在 这些力量都在 只是说 因为 有这个 数码 集团的 工具 新的工具 使得民间的 造反 和这个 党内的 政变 增加了 很大的 困难 所以必须需要 有一些 突发的 事件 来去引发 这个 政双的 崩塌 所以这个中差 在这么多人 都在努力情况 底下 即使说 这个 事件本身 是小概率的 但是 国防力量 临手来 侵犯 中共的 统治 这是一个 大叙事 所以我们 讲习近平 疑蠢 不是讲 他不会 去很精明的 去 搞 拳术 搞 拳力 斗争 去 打击 对手 他这方面 很 神秘 很 很细致 他的 疑蠢 就是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 大势 也不知道 人类文明 发展的 大势 他没有 这样的 智慧 所以他是 跟这个 整个 文明发展的 大势 做对 开历史 倒舍 所以他最后 必定是 说毁 人 亡 这样的 就是 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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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